团结是要交流 团结是要堆接 刚才说到了 其实我们香港作为年轻 可能我自己也是青年发展委员会 负责交流实习的 我们其实一直有不同的交流 但是可能下一步 我们要更多要想的 怎么可以在产业上堆接 比如说未来从交流上边 从年轻人搭台搭梯方边 从他们的自我追梦也好 你说比如说发展之路 怎么在达湾区 可以在这些八大中心里边 不同的领域可以有一个阶梯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想的 我自己非常关心文化 文化的视野 比如说中央十四五规划 已经定立了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但是在文化在艺术上面 阶梯怎么搭起来 我说这个是我们要考虑的下一步 那这个我觉得机会到处都是 尤其是达湾区的机会 近在家门 我们香港都是达湾区的一家人 所以这个我觉得要打通这个渠道 我们要打破这个瓶颈 让我们年轻人可以更好的 在荣路大安区的发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